岁末佳节,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与名同欢 英国也将迎来上面有查尔斯三世肖像的新货币 查尔斯三世是继已故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后 第二位被印在纸钞上的英国君主 新钞票上透明防卫浮雕也是查尔斯三世的脸 英国央行表示为减少环境和财政负担 新钞只会印制满足市场需求的数量 和有已故女王肖像的货币一起流通 新货币新面貌,但英国同膨还是达到四十年新高 老百姓持续抗议,薪水动涨物价高 尤其在疫情期间,筋疲力尽的医护人员 已经是五天来第二度罢工 抗议人力短缺,以及政府只愿意加薪百分之四 而非要求的百分之十九 而继护理事后,紧接着恐怕是救护车司机 以及物流业和邮局罢工抗议 英国卫生官员也呼吁不要从事危险行动 首相苏纳克则喊话 为了避免对社会冲击扩大 希望大家耶诞节前考虑结束罢工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